大家好 在这个秋瓜气爽的季节里是不是胃口大开呢? 虽然气候舒适,但还是比较干燥的 以食上要多多注意 多吃印记的瓜果蔬菜 今天来给大家分享 入秋后超市这五菜三果 在爱吃也要忍住 超市员工自己都不吃 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了解吧 五菜之一,菠菜 一般菠菜是在夏季的时候上市的 这个时候秋天的菠菜都是大棚种植 叶子比较长,茎也很大 吃起来口感老,纤维粗,还有点色口 草酸含量特别的高 完全没有当季的清甜口感,营养也大打折扣 所以入秋以后的菠菜尽量不吃 第二,蒜苔 蒜苔是在每年的十月份到来年二三月份上市的 新鲜上市的蒜苔新鲜,口感好 这个时候我们在超市所看到的 都是在冷库里拿出来的 看上去软塌塌的 水分营养流失也很大 粗纤维多,口感比较老,嚼不动 而且价格还贵 因此入秋以后不建议吃蒜苔 第三,发芽的土豆 土豆一年四季都有 入秋后气温有所下降 土豆就很容易发青发芽 发芽的土豆含有一种龙葵减的毒素 吃下去对身体无益 严重的还会发生中毒 买的时候要仔细观察 避免买到发青发芽的土豆 第四,散装的咸菜、酱菜 不管超市还是市场都会看到 像这样子一盆一盆的咸菜、酱菜 往往油盐都很多 吃起来又咸又油 人来人往的打开城取的时候 有灰尘落入 而且没有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卫生和健康方面都得不到保证 所以不建议购买像这样 散装的咸菜、酱菜 第五,胡萝卜 胡萝卜也是一年四季都有的 按照正常生长的胡萝卜来说 秋天是才刚刚发芽的时候 还没到完全成熟 所以现在在超市市场 能够看到的胡萝卜 多数都是大棚种植的 难免会使用一些药物促进生长 口感、味道、营养都不够清甜、不够高 所以在这个时候 应该少吃或者不吃胡萝卜 不吃的三果之一 西瓜 西瓜主要在夏季成熟上市 入秋以后 上市的西瓜不是大棚种植的 就是夏天的时候储存下来的西瓜 这样的西瓜 不管是水分、甜度 都比夏季成熟上市的西瓜 有很大的差距 本身西瓜就是寒凉的水果 并不适宜秋季以后食用 很容易造成肠胃不是腹痛腹泻的 因此入秋以后的西瓜还是少吃 或者干脆不吃为好 第二 橘子 橘子每年10月份开始成熟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所售卖的橘子 都是呈现青绿色或者黄绿色 是属于过早采摘下来 味完全成熟 吃起来味道比较酸 还有苦涩味 因此喜欢吃橘子的朋友 再忍上半个月 有成熟好吃的橘子就可以买了 第三 芒果 芒果是一种高糖热气的水果 秋天有非常容易干燥缺水 使用芒果很可能会上火湿热 还会咽喉不湿 过敏体质的人在换季时间抵抗力下降 使用芒果很有可能会导致过敏 因此在入秋以后芒果要少吃或者不吃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当季的瓜果蔬菜都有很多 比如莲藕 小白菜 豆角 椒白 水果有秋梨 石榴 葡萄等等 要选用这些当季上市的瓜果蔬菜 吃着味道好 价钱也便宜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